哦哦 你是我的花魄 我要擁有你 擦在我心往 跟賣場吉祥物廢柴合體 一連跳三支舞超賣力 艾成跟老婆王瞳 叫賣聯名款肉揍 這也是他們爆出染疫後 首度露面 當初其實突然間燒到39度 其實我也不太敢跟他講 因為我就害怕真的確診 因為確診 其實最擔心的並不是 怎麼啦 我覺得就禁足在家裡 連下去公園都沒辦法走路 其實我真的是蠻慌張 前幾天發燒的時候 有時唱歌的時候 那個肺會比較沒有力氣啦 他是現在不會啦 其實一度無法唱歌 艾成在一號發燒確診 隔天老婆王瞳咳嗽 兩人雙雙染疫 而受到疫情攪拒 艾成上個月底才忍痛關掉 馬來西亞餐廳西門町的創始店 負債了三百萬 上個月我們才熄燈嘛 對 然後今天算是一個重新開始 重新年 我在想今天媒體症狀這麼大 會不會是因為大家覺得你是個奇男子 就是為什麼店可以這樣開開關關 開開關關 現在的疫情時代 開開關關本來就很正常 轉換心境自嘲 不過看好線上的商機 表示未來會改變餐廳的經營模式 而兩人因為隔離在家 感情升溫 深海計畫卻因為生意慘焙 得再緩緩 艾成沙洗燈復戰 然後其實要懷孕什麼 其實那都是需要經濟上面允許的 我們還是要在經濟上面先鞏固一下穩定 我們才會往那邊去啦 老實說 才會往做人那邊去 經營五年的店不敵疫情收場 但是聯名肉粽 銷售創家機買了上萬顆 何時能夠還完債款 他們說不想太多 不讓心中突增過多的負擔及壓力 TVBS新聞上面叫洪廷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